2024年,中国商业航天将复仇美国 为什么说是复仇呢?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商业航天很牛对吧? 单单马斯克的SpaceX一家企业 就将全球80%的卫星能载荷送上了太空 这还没算上美国的其他航天企业 可以说,他们垄断了全球商业航天市场 但是你敢信吗? 在40年前,中国的商业航天也很牛 甚至差点就打破了美国的航天垄断 事情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航天部门也在积极向民用市场转型 于是就对外宣布 承接国际商业航天发生任务 恰好当时的美国航天接连发生多起事故 挑战之后航天飞机爆炸坠毁 Delta和大力神等火箭也发生了重大意外 美国火箭服务被迫停止 而且迟迟无法复飞 再加上美国火箭事故这么频繁 其他国家对他们的火箭安全性产生了质疑 于是就开始寻找替代品 中国商业航天突然迎来了绝佳的契机 为了抓住这破天的富贵 我们集合全体航天人员的努力 研发出了先进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 又开出了比美国第一半的价格 成功赢得了其他国家的信任 于是中国商业航天奇迹般的快速崛起 单单1990年代 我们就发射了十多颗商业卫星 客户遍布全球 不仅有巴西 菲律宾的发展中国家 还有澳大利亚 瑞典 甚至美国的合作伙伴 其中还有巴菲特和著名的一星卫星 中国航天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新星 美国航天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遏制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他们竟然搞起了阴谋论 说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 当时一名叫考克斯的议员 在国会发表了一份 长达800多页的报告 这份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 里面都是中国如何窃取美国技术的事实 而且还找了一位华裔科学家当踢穗羔羊 但大家看过报告后 瞬间就傻眼了 因为报告里的事实全是猜测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由于太过离谱 这件事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就连美国总统和能源部部长 都亲自站出来质疑他的真实性 事实证明 他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污蔑 考克斯经过两年的严格调查 依然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能证明中国用的是美国的技术 然而由于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又涉及到美国的航天科技 美国依然将中国列入黑名单 禁止任何使用美国技术 原材料的航天器与中国合作 为了彻底毒死中国航天 美国不让任何设备流向中国 制裁之严格比现在的华为还要大 中国商业航天的国际化几乎被锁死了 只有通过定制卫星 才能零星接到几个合同 但是美国的制裁 也彻底改变了中国航天的未来 中国航天开始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逆袭 没有设备 我们就自己造 就算螺丝都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没有人才就自己搭建 老代中中代少 硬实深地培养出了世界上人数最多 平均年龄最小的航天人才敌对 美国卡住其他国家的原材料 中国就帮这些国家生产卫星 然后再送上去 中国航天被逼着一步步独立自主 不但在人才设备标准上 突破了美国的包围圈 还创造出了世界领先的归零航天标准 就连曾经看不上我们的美国 都在用这套体系 中国航天实现了逆袭 反而是美国NASA开始求助中国 不但向我们索要月球土壤 还求着我们共享雀桥伪星 不得不说 中国航天人打出了让我们热血沸腾的逆袭战 但是这场战役还远没结束 美国依然是全球商业航天的霸主 2014年 中国出台了一份意见书 鼓励民间资本发展航天技术 这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再次捐土重来 美国在1980年就开始了商业航天的布局 中国落后了整整30多年 但是这次我们的阵容更加庞大 不仅有国家队 还有庞大的民间队伍 蓝箭航天 银河航天 新河动力 天兵科技 东方空间等等企业相继成立 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们借助成熟的产业领优势快速发展 并且快速开发结果 2023年 蓝箭航天成功发射朱雀2号 这是世界第一颗成功入轨的 液氧甲烷火箭 比新建还要早 同年 银河航天灵溪03卫星成功发射 这颗卫星对标的就是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 2024年1月 东方空间的引力1号火箭 在海上进行首飞 它是全球运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同年天兵研发的天火12发动机 成功试车 这个发动机对标的正是 SpaceX的猎鹰9号发动机 预计天龙3号火箭 就将搭载这台发动机进行首飞 可以说 中国商业航天科技 正迎来历史性的紧喷 在未来将再次冲击 美国垄断的商业航天市场 美国当初一次制裁 塑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 而他们不但是一个复仇者 更是一个颠覆者 将重现中国商业航天的风采 让我们祝福他们吧